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一直受到网友们的热议 节目恰逢香港回归25年 以及TVB55周年台庆 因此这档节目可以说是 一同为25年回归 填上了音乐色彩 在这档节目中也召集了香港地区 以及内地殿堂级歌手 与新生代唱将 大家一起重新演绎港月经典 并予以推广 打造港月时代唱片 有份参加该节目的歌手们 都是网友们非常熟悉的 以及有实力的 这当中就有林子祥 李克勤 杨千画 李健 林小峰 李文 周比畅 毛不易 刘希君 严明喜等人 而今天文章中 我们主要重点介绍的 就是节目中的这一位 现年只有17岁的香港 新生代歌手严明喜 GG 说起严明喜的时候 相信有留意 港全新闻的网友们 对此是不陌生的 她在香港的人气 可是非常高的 在昨天严明喜出场演唱的时候 她的表现就已经是获得了无数粉丝们的期待 她选择的是唱已故歌手 陈希怡的作品 飞飞 严明喜在舞台上的表现是没有让大家失望的 演唱过后更是获得了大赞 动听感人 唱功可谓是备受肯定的呀 虽然在严明喜一开始出场的时候 她就谦虚表示 自己只是负责让赛 让另外一队胜出 但唱功备受肯定的她肯定是发挥稳定的了 她的一把声便成功的穿透了听众们的灵魂 无论是前半部分还是中段的激昂动神 她都是唱出了超强的感染力 在舞台上的严明喜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确实在一个只有17岁的年纪的小女生 能够有这样的压长感 是令大家佩服的 所以当严明喜现唱完之后 现场的歌手以及观众都五不成谈 坐在后台的歌手李克勤 还审不住开口大赞严明喜 真假英用的蛮好的 而对于当时在台上的精彩表演 其实严明喜在事后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其实出场前自己是非常紧张的 不过也好在她的演唱是顺利完成 由于节目声传不息 是与内地一同合作播出的 所以在早前 严明喜也开设了内地的社交平台 方便与内地的粉丝们一起交流 在节目还没有播出之前 严明喜的社交平台上的粉丝人数只有4万 没想到在节目播出首集之后 她的粉丝数量就在一夜之间猛增到了6万多人 现实严明喜的社交平台粉丝数已经有10.8万了 可见昨晚严明喜的表演过后 是收获了不少内地网友的心 从网友们的留言中 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很期待严明喜的舞台表现的 大家都纷纷为她加油打气 希望严明喜可以成为那一颗最闪亮的心 而至于昨晚在节目中严明喜的精彩表现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 你们有没有留意她的表现呢